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修羅場的獎賞兌換 可以兌換的東西 除了一些原本就有的東西以外 就多了復刻兩張卡片 一張是這個無知的天真海豚座 那這張要不要刷呢 他滿技的話 反正不是重要 反正他是拉基 而且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每回合移動符石拳 出現隨機4-6combo 就是內建指定連擊盾 就是你除了要解敵人的盾以外 還要解自己的盾 那你如果說有達成的話呢 攻擊2倍 水屬攻擊2倍 跟回5000點的血量 那效果你只要沒有達成就斷掉了 有時候出現一些干擾版面的盾的話 你連轉4康都很麻煩了 你還要轉到6康 反正他就是一個 綁手綁腳的盾 所以不太建議這個 不太建議去換這張卡 就是拉基 你可以換一張開圖鑑 那再來的話 張寮的話 他是也是 喔 游泳場的卡 空間都40 他是隨機6顆符石轉水人 然後一回合內6連幾以上 自身攻擊6倍 嗯 基本上呢 就是 水人已經很多很多界王拳了 所以 也很少會用到他 那滿技的話是CD6 CD6換一個 轉6顆水人 然後自身攻擊6倍 基本上我是從來沒有用過這張卡的 所以 所以 我是覺得也不需要刷這張齁 那 其實休場的話主要就是換這個雪未來 這張必換 那接下來的話 我會把人面怪鳥跟人面雏鳥都換完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會去抽這個封賞幸運輪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他這邊還有這個 每日 這個 每天開放的東西不一樣齁 就看你想要哪一個 那他都是一日限定 然後 天數的話就是都寫在上面 日期的話都寫在上面齁 大家就依照自己想要的去換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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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